你认为在职场中人际关系与工作技能哪一个更有优势 我觉得人际关系更有优势一些 为什么 在我在戴尔的这个就最近年的那个工作中 其实就是我的区域 每一年都会比别人能多拿到三到四万块钱的这个市场推广的费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市场部的关系好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你的女上司心情很烦躁 在这个时候你要向她争取市场推广金 你可以怎么做 比如说这个人就是杨荣 杨姐就是听那个刚刚听一个同事讲 您这几天可能不是特别舒服 尽量多喝点热水 我请舒服的 见爱你我就不舒服了 你说吧 什么事呢 泉州这边要做一些活动 然后可能需要大概两万块钱 两三万块钱的这个市场推广费用 刚刚也跟那个咱区域经理讲过这一块 就是他确实也给了支持 说您手里边有大概两万块钱的费用 这个你跟曹熙要费用理由一模一样 我凭什么给你钱 就这样就是咱前期也有 您也有看到我这边的这个推广的效果 然后包括后期的一些反馈 我觉得我这边能做得比别的地方更好一些 我那个可以让给他 真的 陶欣你就是添乱 我觉得刚才他这段表现不是特别理想 分寸感和界限感不是很强 由于你手里的预算也是全公司都知道 我觉得在职场中界限感很重要 来 我们来听一下两位专家的意见 他刚才说他认为关系比工作技巧更重要 你们感觉他情商怎么样 不错 我会觉得因为他是销售嘛 或者渠道销售这方面 其实他很自然会选到 关系比工作技能更重要 很自然 我觉得你那种讨好型的人格 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这道题本身的话呢 也是针对于不同的人 也包括他不同的阶段 那我们可能在刚开始最初期的时候 我们更看重的是技能 但是达到了一定的技能之后 我们会觉得严际关系 可能会分达的重要 这个事我还真是想质问两位专家 你们说情商更重要 对不对 是不是刚才说这个事 他身上没有专业技能 都是情商 导致现在这个状态 就销售而言 情商重要 我告诉你两个方面重要 第一个敲门 能用情商把门敲开 第二个落地 能把事儿落下来 中间是靠你的专业能力 如果你忽视专业能力的话 之中情商的话 我告诉你 成功这是偶然 如果刚才他对你那段表现 你觉得他敲门砖和落地 做得不好吗 不好啊 不好 不好啊 但是因为你心里本来 就不想买 他没有 我都说二十万 都散偶了 还不成交 因为你只是嘴上说 你根本就没有想买的心态 不过红山这表现 的确不好 他在戴上工作了十年 工作了十年 应该有自己的方法论 从经验变成我的技能 管理渠道的方法 但是你刚才表现 像温水里边的青蛙一样 你觉得 我有我的关系 我就可以把这客户 能够得到 你到了个新的职场里面 其实应该有新的方法 不管对什么销售来讲 就他决定 他购买你的 你的这个产品的 一定是你的产品 能够带给他 什么样的价值 体验是你的专业性 你的专业的咨询能力 老赵 他们所有人的问题 就是质疑你一个字 觉得你干了十多年 你还好嫩呢 一点不上道不老练 你不像一个 做了十几年销售的人 你做这个关系 客户的维护啊 其实一直以来 还是靠你的性格 有势和亲和力 并没有看到太多的技巧 和察言观色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包括刚才对张正斌 我们未必说 他一定要销售成功 但是你没有事迹下手 我没有看到那种老练 你知道吗 我在戴尔的一些经历 就很能说明一个问题 我是我们那一批 初销员里面 唯一一个在一年之内 做到城市经历的 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给你最后一道问题 你不是做渠道关系维护吗 还是张正斌 他是你的渠道 他就快被潮汐给拉跑了 这个渠道 你怎么把它弄回来 这是我们原来做渠道的时候 经常遇到的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张总 那个好久不见 那个 您这边最近生意怎么样 哎呦 不好 心情可烦呢 生意这块 我看您最近提货 也确实相比较 之前有下降了一些 那这块是因为 有什么问题需要我那边能帮您的吗 呃 是这样 这个生意的下降提货少呢 是因为另外一个客户给我的这个优惠更大 然后呢 我就选择了他 零售这一块也确实 因为近些年逐渐的下滑 友商那边其实 不知道您有没有打听过 其实大家都是在做下滑 那针对于这一块 其实公司现在啊 有一个新的政策 那第一个就是 有在做店面的这个重新的装修 有给全额支持 然后第二个 我们会在你这个区域 帮您去开拓下游的一些小的店面 以增加您自己的这个提货销售 呃 这个事吧 我就给你答案啊 我说一下 其实呢 如果是是两个公司的话 政策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你应该攻击我的地方是什么 从人性攻击我 对 很好的示弱 然后呢 在感情上俘虏对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他整场的处理到这种程度 咱们认真地想一想 认真地想一想 你说是情商过关 还是专业能力过关 我们这位选手 他就是要一万块钱的底薪 所以我们尽量把问题的话 拉到更低一点 我们来看说这样的一个选手 他有十几年的公众经验 他是不是值一万块钱 如果买过他过去的经验来 一万块钱不多 但是呢 我们付新的时候 是买你的未来 是支付你的未来 对你未来的预期 有一些委屈吧 可能我自己认为 我以后所能体现出来的 可能远远不止说 这个十万的薪资要求 我觉得 我这个人属于慢热型的 可能很多的东西 后期会有一个好的回报吧 现在就是这样 一个39岁的男性 秉性相对纯良 过往的求职道路相对缓慢 有工作经验 有工作经验 的确做过渠道管理 也许今天的表现 不尽如人意 最后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再问一下你 一万块钱的薪资要不要调 不调 好 第二轮选择 薪赫 还有一盏灯 弹情 不是感情 来 老梅说职务 银科旅游的那个渠道经理 薪酬 薪酬就是一万 可以在北京 也可以在河南 老梅说他为什么会留当 我觉得一个是 他做上还是比较踏实 人品在 人品在 因为这个做渠道 最重要的是 能把这个各项制度 执行到位 把一级做上来 实际上一万块钱不是问题 但是最终你一定要 对我们的业绩负责任 好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决点 银科旅游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银科旅游